欢迎收听日志之声中日双音广播节目 Hibi no Koe Biringar Podcastへようこそ 大家好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每周会带来几次 念几次了 我们每周会带来几次 与日本有关轻松有趣的中日双音话题 欢迎收听日志之声EP92 看着狗念还是会念错 2022第一集 直接口误 直接开头就口误 我知道你这个不会帮我剪掉 不会哦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有看红白吗 今年红白超好看的 我还没看 我觉得可能 我就标准就比较低 我就觉得每年都超好看的 尤其我很期待的那个麻糊麻糊啊 超好听耶 它现场超强耶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赶快去补充播 嗯 真的我看了觉得好想哭 你是有follow到直播的哦 我上班前有看啊 那一天31号我还有上大夜 然后我是12点上班嘛 所以我在上班之前 然后就是 其实我应该要补免的 可是我从大概七八点 日本时间不是七点开始播吗 然后我就开始看 然后看看 然后就看到我喜欢 然后眼睛都张开 然后再聚睡 然后再张开来看这样子 对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这几天假期都有过得还不错 我们这一周也是比较晚录音 对不对 对啊 我们现在时间是周一 就是我们其实这一周该上传的日子 才录音 没错没错 哎呀没关系啦 大家就是这样比较新啊 这样 你们听到这个音档的时候 就是最新鲜热腾腾的 对 没错 好啦那一样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上周有日本有发生哪一些 就是新闻 嗯 好 然后第一个新闻呢 就是日本人 过完新年都会问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一富士二银跟三茄子 你有听过吗 我现在第一次听到 就是 就是 这个就是以前在看动画 还是看什么日剧 不是人家都会问吗 就会说 哎你新年有没有做到什么 然后通常就会说 哎我有梦到富士山之类 就哇很好耶 是个好兆头这样 就是人家都会问说 新年的初梦 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就是 一富士二老鹰跟三茄子 然后人家就是说 就如果你梦到富士山的话 就是 因为对于日本人来说 富士山是一个很神圣的存在吗 就是你 你讲到日本 你其实 脑中的一个形象 可能就有一些人是富士山 对 然后人家富士山 就人家会觉得说 就是富士的读音是富士嘛 对 然后就跟 没有事情的 五式的富士 就是有点 补迹 有点像 有点谐音的感觉 所以就觉得说 你梦到富士山的话 你就会 新的一年就是会很平安 很顺利这样子 原来 是一个好兆头 然后第二个老鹰呢 因为老鹰的读音是 高 高 然后它就是跟高い 就是跟很高 的这个读音就是 也是谐音嘛 然后就会觉得说 你梦到老鹰的话 你今年的话 就成就会有 会功成名就啊 原来 对 你的事业有成之类的 然后第三个茄子呢 因为茄子的发音是 那斯比 那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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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通常人家都会觉得说 跟 就是 跟 成 呃 该怎么讲 那斯 呃 那斯的 成就的成 对 完成一件事的那个字 然后读音很相似 所以就会代表说 就觉得很圆满 然后你会达到一个目标的 这种感觉 所以人家就会说 如果你在出梦的时候 有梦到富士山 或老鹰 或者是茄子的话 就是一个好的兆头这样 不知道是哪个 很有创意的人发明的 这个已经讲很久了耶 我觉得这个来源 真的不可靠 然后其实我后来一考 就是查资料的时候 其实还有后面耶 要不要讲一下 哦 好啊 就是 后面还有四五六 对 四扇 五烟草 六头 六座头 这个我就没听过了 这是我们查资料的时候 不知道 就是在查这个老鹰 富士山什么的 然后后面其实它还有耶 它其实就是还有说 如果你梦到扇子啊 或是烟草 或是六座头 六座头是什么 好像就是那个和尚 哦 梦到和尚 也是好的 一 谁会做到梦到和尚 我都乱梦一通 然后就忘记 我已经忘记 我今年第一个梦 梦起来是什么 谁会记得啊 就不是人家都会写起来嘛 就是你梦到什么 然后就有一个本本 放在 放在你的床头柜 然后你只要梦到什么 然后你就会 马上记起来这样子 哦不是和尚啊 是法师 哦 好 法师 谁会念到 谁会梦到法师啊 不知道 一样啊 好啦 希望大家有没有 梦到一个 有没有梦到这些人 好兆头 对 这大家应该都忘了吧 我们现在这一集上的时候 已经四号了 哦 要二号以前才算 二号以前 对对对 三一 一二 三一 然后一号 二号 嗯 这三天 才算吗 晚上梦到了吗 没有啊 就一月一号 十二月三十一 跨一月一号 哦 一定要这一天 是不是 对 初梦 第一个梦 好哦 嗯 好啦 那下一个消息呢 就是 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 我们的第一集 我们第一集 就是在讲说 一年年高会杀死多少人 就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数百人哦 对不对 好像是 好像是哦 太久了 然后呢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第一 去年的第一集 就是也是过年的这个时间 也是一月多嘛 对 然后我们已经快要买一周年了 结果呢 年高 骇人家送一的新闻又开始出来了 每年固定的新闻 对 每年固定的新闻 好 然后呢 也就是光是在东京 在一号的这一天 嗯 它就是有六名长者 就 就是 分别是八十八岁到一百岁 做这个区间的 就是长辈 有六个人是被送一 因为吃年高也到 然后最终 是有两名八十几岁的女性长辈 就是过世了 因为吃年高这样 那个东京消防厅 还有呼吁 就是请大家吃那个年高的时候 要切小一点 然后细嚼蔓延 不要噎到了 这样子 对 就是 结果还是有很多吃后 还是有很多 最松衣 这个真的没法到耶 就是有时候吃一吃 就是吞 口水可能就是 吞的力气也没那么大了 我突然想到 你有看过有一个卡通 那个 那个花田一鹿吗 他的老师 是不是有一集就是 他是吃大福 大福 红豆大福 然后死掉 然后蛋蛋还露出来 对 我记得这一集 我永远记得那一集 或是什么 不知道 就觉得很好笑 对 他就噎死 然后那个老师还觉得很丢脸 所以他就变成鬼来找一鹿 然后请一鹿帮他 把他的遗容整理好 然后假装他是那个 就一般 对一般睡觉的时候死掉这样 好 题外话 好 那下一个话题呢 是 Hika找的 哦 对 你就喜欢找这种 不是吧 这个是本本老师转给我们的吧 我们有做一集呢 你还记得吗 有一个老师 我记得老师 中学老师吗 他也是 绝经大师 然后这个新闻就是说 就是以为他约到了那个捐金的人 是京都大学毕业的 日本高材生 然后 结果发现他只是一个 国立大学普通毕业的一个 中国男性 对 而且连国籍学历都伪造 然后 我觉得这个新闻最夸张的 就是他们在约 就是 我想要你的金子哦 然后我想要你的金子来生小孩 然后结果他们不是像台湾不是 通常就会说 哦我去金子银行 然后你知道你去金子银行 你其实是可以挑的呢 对啊 就金子银行他可以挑 就是说你 就是捐 捐赠的身高是多少啊 长相怎么样啊 学历是怎么样 这你是可以挑的 而且他们其实会帮你检测 那个金子的健康度 结果这个不是的 他是直接在那个 直接约炮 约炮 直接约炮 对 他们的捐赠方式就是直接打炮 超减 好原始的 这方式 好原始哦 而且重点是他们还约了十次 好夸张哦 这件事 这很不科学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要就是真的想要有一个小孩 然后你跟 你跟那个男生 不想要有恋爱关系的话 你就直接去金子银行 买一个金子 然后你就可以有优秀的后代 对不对 而且重点是这位被受骗的女性 他有去请求三亿三千万元的损害赔偿金 然后已经提请诉讼 因为他发现这个男的不只是中国人就算了 国籍学历都未造 对 然后重点是他那个中国男生还有太太 是结婚的 是已婚者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让那个女生大崩溃 而且你知道他把他的生出来的那个小孩送到 就是福利机构吗 已经生出来了 生出来了 他不要那个小孩 他把他送去那个就是儿福机构 超级夸张 你有看到吗 那个小孩子好乌郭哦 最可怜的就是那个小孩啊 就莫名其妙耶 真的是 所以人家不是就很多在社会新闻下面都会说 下次就是真的生小孩要考照 你要考过照之后你才能怀孕 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无脑的父母就生小孩之后 然后就乱养一通 然后可能就虐童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人家就在说 就是小孩这么重要的一个职材 应该是需要受过一些训练 或是受过一些教育的妈妈 才让他们去 有资格生小孩 让他们去生小孩 才对国家比较好 就有些网友是这样 这开玩笑的啦 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对啊 是不是也不是没有道理 看到这种轻货 那种我妈跟人家约炮 然后生出来小孩就直接把我丢掉了 是不是气死 不是他们怎么敢这样啊 对啊 好怪哦 而且那个你直接跟他约炮 你也不知道他的身体健不健康 他有没有什么性病 你也不知道 你就是在网路上约一约 然后就出来打炮 超怪 重点是他老公也知道 他老公也没有阻止他 就是一个 好怪哦 怪怪的新闻 这在台湾是无法理解的新闻 对啊 这件事就是蛮ㄎ的 所以跟大家分享 这本本要是传给我们的 不知道他的诉讼会不会成功 我是觉得三亿多太夸张了 而且因为他们打炮是 就是有合议的啊 对啊对啊 他们是合议 因为他们没有金钱的那个 而且双方都是已婚 哦 W 对啊 不知道会怎样 嗯 好 如果有后续消息再说 我们有看到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太轻了 好 然后下一个话题 是你找的 对不对 诶 这也是本买老师贴的 这是我找的 哦 你找的 好 就是我妈那个马娘的社长 就side game的社长 对 嗯 他就去赌 他就去马场赌 然后他投了大概五十万日元 嗯 结果就 就 他在有马级面碑 对对对 然后投了五十万的本金 然后结果就中了 中了三百万多 中了马票 对 然后就大爆转 然后现在网友在那边催他 就说哦 马神 马好强哦 对啊 马神 好 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 费消息 对不对 嗯 但是以他来买 就觉得好像很合理 因为他说他是要促进那个 以身作者啊 对对对 促进那个马 大家去买 马场的风气 对对对对 去买马圈之类的 这样 好了 下一个 好 下一个 就是这个礼拜的话 是那个comike comike99 就是 如果是宅宅们应该都会知道 就是 嗯 日本最大的动漫展啊 嗯 然后今年是第九十九届 然后因为 嗯 前两年都是因为疫情的 关系 所以中始跟延期 所以终于呢 今年就是终于举办了 然后今年 举办的时候是 有才 就是预约制 哦 一定要的啦 因为大家如果有影像的话 在comike的时候 不是会在那个车站 然后大家都会暴冲吗 我有跟过一次 太可怕了吧 很臭吧 里面 很恐怖 就大家里面会在暴冲 然后很多警察就会 哎不要跑 不要跑 对的 今年就是大家都用走的 然后那个影片就在那个 推特上面 就是哎 今天 今年大家很冷静 因为大家都是 就是有抽选的嘛 所以那个 从 我记得原本单日三十万 变成 只有十一万多 诶 等一下我有点忘记 这个是入场要门票的吗 要啊 原本的话 要啊 哦 要啊要门票 排队 然后要门票 然后再进去买里面 的东西 这样 连带太久远 而且我是跟人家去的 就是 陪人家去的 对对对 去观光的 我觉得我也很想去耶 就想要 想要去逛一下 然后呢 在关于 KOMIK 这件事情 嗯 就有个很闹的 大家不知道 就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前几集不是有做一个 就是 湘南电车的老外吗 对啊 就是那个电车仔 不是很喜欢拍电车吗 对 然后就是他们在湘南那边 准备要拍一个 限定的一个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复古电车 对 然后那个老外 就是有一个老外 就是骑脚踏车 看到有一堆人在那里 就跟他们挥手 就是这样 然后手就举起来 那个后面 等着那台列车 就从后面来 就跟他一起 一起来 然后那些 那些铁道仔就在那边 哦 哎 稍息凶了 对 然后就把他包围起来 这样 然后这件事情 就很好笑 我们不是也有做一集 在讲 对 然后就有讲到那时候 就铁道仔的地位 是所有 阿宅最低之类的 什么什么的 结果呢 那个老外啊 他自己 把自己那个 就是 被拍的那张照片 被拍的照片 然后还有有一些 网友有画他的那些图 把它印成T恤 然后在ComicCat上面卖 而且 他三件卖一万日 我开玩笑很呢 超贵 好会做生意哦 天哪 他除了 就是除了T恤之外 还有马克杯 然后还有一些 就是他自己的周边 对 他自己的周边 所以那个老外 真的是成为最大赢家 因为他们的店 就爆红 你知道吗 他是一家 义士料理 墨西哥料理店的老板 对对对对 那个事件之后 他的店也是变得很有名 很有名 对对对 然后大家会去找他拍照什么的 然后结果他还去摆摊 我真的快笑死了 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他在摆摊的消息 我直接转推在我自己的IG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笑 你说你披什么 我摆摊 对你 你披什么 你这家伙我怎么 自己的周边 对啊 所以这真的很好笑 我再把那个 他的那个摆摊的贴文 放在那个连结 大家可以点进去看 他很多追踪 对啊 他追踪 他爆红啊 好爽哦 好想要爆红 没关系啦 好然后下一个话题 就是 SMOP的成员 向曲圣舞呢 宣布结婚 这件事情 不知道有没有 相取圣舞的粉丝 我们以前国中同学 不是有的超级粉 有超粉 他现在应该 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应该痛哭在床上吧 就他们结婚 他们那几个成员 其实结婚 这几年不是很多个 都宣布结婚吗 他们其实年纪也很大了啦 44岁 早就已经过试婚年龄了 对 然后反正他结婚的消息 爆出来 其实我没有什么 太大的shock什么的 我就觉得他应该要 早就应该要结婚 什么什么的 结果最让我shock的 一点是 相取圣舞的太太是 就是上面就有报道写说 是从他十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跟他交往 超久 就可能17 18岁就跟 他们两个就交往了 交往到现在 相取圣舞44岁了 他们才正式发表结婚 就是等于说 那个女生等他 等等等三十几年 等三十年左右 我真的超感人的 就好出爱 因为你知道当idol 就是很难结婚 真的真的 而且当你的 另外一半是这么红的 这种国民级偶像 然后你真的是为了他 然后你可能 你都不能跟人家说 你老公是谁 然后你交往的人是谁 然后你可能也没办法登记 然后他也没办法 给你一个承诺什么的 然后反正就是被 有一个新闻社爆出来 就是说他从十几岁 他们就开始交往 然后那女生是大 相取圣舞2岁 然后就是 他们就是标题就写说 贯彻了存爱的这个字 真的是这样 对啊 我看了就超感人的 就觉得我现在对于 心里对于相取圣舞 这个人的形象 好感度很高 真的爆震 我整个就很感动 有报道说 他在大概十几年前 就已经有买一栋房子 要给对方的父母 女方的父母住的 对啊 就是他们真的是 不能贷款 贷款会被人家追到那个 用现金买 对 就真的是一个很 很棒的消息 而且重点是 他们都没有被发现 真的 什么啊 文春那种没拍到 对啊 这么厉害 很厉害 对 所以祝福相取圣舞 跟他太太 新婚快乐 这算新婚吗 他们好像已经住 一起住很久了 就是那个什么 四十婚 对对对 他们四十婚好像 蛮久了这样子 然后是最近发表 就28号 12月28号的时候 我宣布的这样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好 看了这新闻就觉得世界又 就觉得 不是只有王力宏而已 心暖暖的 对啊 好 然后 下一个话题 就是 我刚好看到 就是 呃 应该算是一个老团了 叫做 你会被骂哦 哈哈哈哈 是一个 前辈了 前辈 前辈 是一个前辈 呃 就是 kinky kids 竞技小子吗 对 竞技小子 然后他们就是 不是成 就出到25周年吗 所以他们就是有一种 感恩回馈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他就是说 他们 就是有一个企划 就从 呃 你可以用 契约金 就是 只要你付25日币 就是 kinky kids 就可以帮你拍广告 虽然他中间 有很多合约的诞书啊 但是其实就是 因为要纪念他们 就是25周年 嗯 所以就是 你只要25块 你就会请近几小时 帮你代言这样 要不要请他们 来帮我们代言一下 笑死欸 有没有写企划书过去 对啊 哈哈 我们应该被诅咒吧 我们这种 奇怪的节目 然后去找他们 不然就找他们 叫他们跟我们 直播私讯 之类的 哦 不错啊 25日币 哈哈哈哈 欸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因为他 好 那又跟大家 好像也不是不行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是 呃 4月上旬到5月上旬 会宣布入选的企业 然后接着会开始拍摄 哦 一定要企业是不是 上面是写企业啦 可恶 然后他的招募的时间 是从2022年的1月1号 就现在就可以招募了 然后到2022年的3月9号为止 这样子 好哦 对 好啦 他是写企业啦 对他是写企业 没有登记企业 我们把那个官网 放在那个下面啦 好吧 好 如果大家 我们认识算是无妄了 无妄 我们请一个 请一个那个企业 帮我们冠名 然后我们就请他们 嗯 好 然后下一个话题 欸 有一个沉重的话题好了 先来讲这个 哪一个 四田谷事件 好 你有听过四田谷事件吗 Will有说过啊 所以我当然知道 对 就是因为Will有说过 这个悬案 嗯 所以导致这个事件 很多华语圈的人 都有认识 嗯 然后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个事件好了 它就是发生在2000年的 嗯 的12月30日 然后它在 就是在 东京的四田谷区 然后有一家四口 被灭门的 嗯 的消息 然后呢 就是他的这一个 就是 这个凶手 他真的很残忍 就是 杀的就是 该这么讲 我觉得已经 血肉模糊 就是已经 没有人性的那样 然后而且他重点是 那个凶手在 就杀完他们全家 一家四口之后 他还留在那个房子里面 然后吃 还用男主人的电脑 对 他还用电脑 然后还吃冰箱里的东西 然后还在那边上厕所 什么的 就是他在那个房子里面 就杀完人之后 他就跟那些 他杀完人的那些 尸体呆 呆在 警方是说 呆了快十个小时啊 这样就是一个 非常夸张的事情 然后人都还没有抓到 对 而且重点是 他的现场是 留了超级多证据 他的指纹 他的血液 他的血脚的脚印 然后还有很多 他的 他自己遗留的东西 都在 都在那个现场 但是过了二十几年 都没有 找到 就是甚至连 嫌疑人好像都没有 找到一个确定的人 然后就一直找不到 然后他们这件事情是 日本警方 每年12月30号 他们都会去 四田谷家的 那个目前 就是致敬 因为像很多 当年办这个案子的 很多警察 其实都已经到 那个 就是他们 已经要退休了 所以他们 他们很多警察是 带着这个遗憾退休 因为他其实一直希望 可以在自己退休之前 把这个案子破 案子解开 对 而且这个事件是 日本最高悬赏金额的 一个案件 然后他的悬赏金是 两千万日币 就是如果你有 就是提供线索 或然后最后中 有办法破案的话 还是会给这个 最高的奖金的 然后现在已经 满21周年了 然后这个事情会比较 最近会被关注 是因为 他其实虽然说 我说是一家四口 被灭门嘛 但是其实 那个女主人的妈妈 是住在他们家隔壁 然后那个妈妈 还好他们家 不是黏在一起的 不然可能连那个妈妈 都会一起 都会被杀掉 对对对 然后第一发现人 就是那个女主人的妈妈 然后那个女主人的妈妈 今年已经90岁了 所以随时都有可能会 会去世 所以当 就是 女主人的爸爸 已经在七八年前 已经走了 然后她 她的遗憾就是 她在走之前 她没有办法 就是等到 凶手被抓到这一天 然后所以现在 大家就很担心说 会不会等 这个女主人的妈妈 也过世之后 就越来越少人 记得这一件事 然后 遗族都不在了 那就没有人 没有人在追这件事 然后会不会 永远这个凶手 都抓不到这样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已经21周年了 然后呢 就是我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 就是 我就突然想到 去年10月 好像有看到一个新闻 然后她就是有讲到说 就是当年 四田谷事件的这个 不是一直都找不到凶手吗 然后没办法锁定人 但是就是在 有一个媒体有报导说 就是当年有一位 在四田谷区 经营烧肉店的老板 他有透露 他说说他当年啊 在厨房有一位打工的 就是打工仔 然后他在 他突然就是上班的时候 就是手都有抱着绷带 然后 对 然后在 在灭门写案发生之前呢 他老板的家里的手表 跟现金都被偷 就刚好损失几百万日币 然后结果 这个男的又突然 就是手上就带着商来上班 就是他突然想起这件事 然后就跟这个人 就和 跟这个四田谷事件合起来 就在想说 会不会四田谷一家的产案 就是跟他 当时店里面的这个 打工的 他怎么会过20几年才想起来 我不知道 好奇怪 对啊 然后他就说 因为烧肉店是在 就是灭门案 结束之后就已经倒了 然后老板没有保留当年的 那个 打工仔的履历 然后这样子 所以这件事 这个线索又断了 所以就 不知道 我就觉得已经 21年了 我真的觉得 好希望有一天 真的能抓到 你还记得 就是我们之前 不是有看一个 韩国的宣案吗 就是也是 性侵女生 然后杀死的 也是过了20年 30年 然后才破案 是这几年 有被拍成电影的那个吗 有 这几年破案的 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 当然是希望可以在那个 太太他妈妈 还在世的时候 可以抓到这个凶手 好 就是 四天古世间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 在斗花生活的那个搭档 叫做Mia 他很喜欢看那种 灵异的影片 心灵影像 通灵的那种影片 然后最近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 阴阳师巧本金鸣 他好像就是真的那种 阴阳师你知道吗 就是 是真的可以通的那种 然后他就 他就有去那个 现场 去通灵 而且他最近才发新的影片 就是他 1月1号 对 就很最近 就是21 刚过21年 嗯 然后他就去通 然后他就是有 通到说 他在四天古 这个房子 放岸的房子外面 通灵 好可怕 他还敢去 嗯 对 然后就问说 问那些灵魂说 诶 请问一下你们 进得去房子里面吗 这样 因为他也是想要问出一些线索 嗯嗯嗯 可是他们不是 在里面被杀死的吗 那为什么他们的灵魂 不是在房子里面 我怎么知道 那他没有说 我怎么知道 因为好像下面留言说 嗯嗯嗯 不知道哪一秒 他问说 诶你们进得去吗 然后灵魂说进不去 嗯 就海泥奶这个 海泥奶 这个音好像 有人说有收进去 有听到这样子 好可怕哦 我不要看了 我把那个影片放在 影片连结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敢看的话 可以下去看 他好几集哦 他很多集 而且我现在不知道是哪一集 他好几 做好几集 他这一个事情 切了几段是不是 对对对 好 那我们把第一集的连结 放在下面资讯栏 好 他如果敢看的 然后带耳机 你们就去找留言区那边 好可怕哦 对啊 他 蜜亚就前几天就一直放给我听了 诶你有听到吗 他有听到吗 他说他有听到 他说他有听到 屁咧 我也有听到 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在说 海泥奶 这样 还是就只一个 我不知道 就是 我自己只是觉得很像衣服摩擦的声音啊 哦 可是他们那些喜欢这个体材的人就会觉得是真的 我觉得有点捕风捉影耶 我不知道我有点可怕 诶 讲到营养师 我就突然想到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搞笑的推特 怎么了吗 可以缓解大家轻松的气氛 好 就是有一个日本人 然后他在跟人家介绍他的职业的时候 他就说他是营养师 营养师 营养师 然后只要他跟中国人介绍他是营养师的时候 中国人都会先大吃一惊 然后就说哦 这个时代还有这个职业哦 然后他们他后来才知道那些中国人都以为是 营养师 营养师 他自己发音没发好吗 哎呦 然后营养师 营养师 叶胡夏 就是你没有背过营养师这个词 然后你就会想说 哎你就会用那个音去猜那个汉字啊 原来如此 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哦你是营养师哦 这样 这是一个我前几天刚好看到推特的一个小小话 我刚说的那个频道叫做营养师巧本精明 而且他有35万订阅 好多哦 我等一下来看一下 好啊 你敢看吗 嗯我把声音谬掉应该可以 他有吃饭你就听不到吗 你就听不到他有没有 对对对 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 他没有 他就是一个纪录片 什么东西都没有编辑的那种感觉的 好 那就等下我们录完音来看 好啊 我们把声音开到嘴里来 我们两个人应该就不怕 我们把这个灯开着 就很亮了 好哦 好 然后 这么沉重的话题 下一个我们来讲一些轻松的好了 好 那就是秋小公家的家子公主 在去年的12月30呢 就是她迎来了她的27岁生日 恭喜 你有看到她27岁生日释出的那一组照片吗 平像照吗 有啊 震到凡天 她就是皇室的那个颜值当当 是真的超爆震的 我觉得是她所有公开的照片里面最漂亮的一组照片 然后我有放连结 然后大家自己点进去看 真的很正 再回去看个三次 然后一样要先从那个从小时候小小baby 那个随便就有人做影片 对啊对啊 从初院第一天开始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27岁的到现在这样子 好 非常的可爱 然后关于生日的话题还有另外一个 我是很新的哦 好 就是有一位叫做田中家子的奶奶 她已经119岁生日了 她现在目前是日本 就是也是世界上最长最年长的记录保持人 然后呢 她总共经历了从明治大政昭和平成令和五个世代 今日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耶 对 好好屌哦 两次世界大战 她出生于1903年 而且是日俄战争之前 哇 超级超级无法理解 这个人就是一个历史耶 对 她就是一个历史 所以她生日是1月2号 也就是就是我们录音的昨天 就满了119岁这样子 嗯真的非常的厉害 然后她她上面有说她的长寿的秘诀就是活得快乐 然后她很爱喝可乐跟吃巧克力 然后喝巧克喝咖啡牛奶 这样 都是我喜欢的耶 我也是耶 那我们应该可以活到120吧 就是这样子 而且重点是她现在的兴趣是算数学耶 难怪可以活119岁 就脑袋不会讲话 对脑袋不会讲话 她所以她 然后她说她的目标是活到120岁 所以距离她的目标剩一年 好像 好像还可以哦 对啊 对啊 好啦 所以就是祝福田中奶奶生日快乐 然后希望她可以就是 真的不是假霸李耶 诶真的是假霸李耶 假霸李耶 假霸李耶 真的耶 她如果活到明年就真的假霸李耶 这是假霸李耶 太强了 嗯 就是一个比较 聊几个比较轻松的消息啦 啊 可以聊一个也是很轻松的啦 就是 呃 每年新年不是都会有那个吗 Akiden吗 哦 对 Akiden Akiden不是你以前留学的学校的 很重要的一个大 大街 是啊 我们学校是 就是名校 冠军 常胜军啊 常胜军 但是今年输了 今年呢 呃 第98回东京香根兼王返的Akiden 他第一名呢是 青山大学 呃 青学大 可是我本人是没有去follow Akiden的 有看抢风吹拂的都会对他有一个莫名的憧憬 我有看抢风吹拂 抢风吹拂 抢风吹拂真的超爆好看的 推荐大家所有人都应该要去看 然后就是青山大学呢 他不仅是创了大会的记录 而且他是睽違两年再次拿到优胜 然后我就把那个Akiden的那个维基百科打开 然后我发现青山大学真的是 也是常胜军吗 对啊对啊 他就是可能两届连续冠军 然后中间空一届 可能是你以前的那一届 然后再一届是他们 然后可能再一届是别届这样 嗯 就是他就是 我就是每三年至少会有他 嗯嗯嗯嗯 出现一次这样子 好然后本门老师说就是 Akiden也是日本新年的风物诗 你有听过什么是风物诗吗 好像有欸 你有听过 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问他说什么是风物诗 然后他就说 就是有点像是每年都 呃 每年一定会出现的一个现象或是物品 哦 然后就是比如说讲到一月 或是讲到新年 然后就会想到Akiden 嗯嗯 这样的感觉他就是一个风物诗 这样 我真的是长 词汇加一耶 好哦 感觉蛮好用的 对啊 可是这太文雅了吧 一般人讲话才 才不会用到耶 然后他还有说什么Akiden 总就是不是会有很多就是夹到在帮他们加油的 嗯 就是观赛的民众嘛 嗯 然后他每年都会有扮成福丽莎的民众来去帮他们加油 福丽莎是什么 就是悟空里面的一个一个角色 紫色的白色脸紫色的头 跟Akiden有什么关联吗 没有关联啊 就是他们每年都会出现 哦 嗯他们是一个定版的感觉 好哦 你你你你没听 你没看过 你一定看过 就紫色的啊 长这样 他是打气民物诶 你看我随便 我随便收福丽莎 然后就会出现 对对对 他就是会帮他们在路上打气 但是 今年还有去年 就是那个官方有出来说 哦因为就是自诉的关系 希望这些福丽莎本可以不用 不用来 对可以不用来 然后就真的乖乖的两年都没有来笑死 所以今天又有福丽莎来 今天好像没有耶 呵呵 就是紫色白色的啊 有什么啊 就是这是一个他们的莫名其妙的传统 就是这样子 嗯 哦 好 那其实这礼拜就是也是跟大家分享蛮多事情的 好 那今天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是之声 我是EJ 我是Hika 我们下回见哦 拜拜